大家好,我是Stan 每逢年底,K-pop粉丝们就会期待各个年末颁奖典礼 会有什么样的歌手准备什么样的舞台 而喜爱K-pop的粉丝们就会期待NHK红白歌合战会有哪些歌手出演 但是不只是K-pop粉丝们 这个红白歌合战对于K-pop粉丝们来说也是非常受到关注的节目 毕竟能出演红白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今年参加红白的K-pop女团有 时隔三年参加的TWICE与AVOO LESETUPIM 而其中AVOO LESETUPIM因为出道还不到一年就被邀请到了红白 而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11月16号,NHK红白歌合战的制作总监Kato Hideaki对媒体表示 今年再次感受到了韩国组合不仅仅是针对日本市场 而是面向全世界 在韩国发表的话,瞬间就能透过网络被全世界看到 日本的粉丝们也拭目以待 这种真实的反响不只是在日本,而是能扩展到全世界 而那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巨大 说明了邀请韩团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AVOO LESETUPIM在日本也很红 TWICE就不用说了,出演名单真的很好 TWICE不是疫情的话,应该是5年连续出演吧 这次第一次出演的歌手们,感觉都是很潮流,好喜欢 这里也在改朝换代了 这次有很多我喜欢的日团韩团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之前出演红白感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再怎么有人气,出道不到一年就能出演的话 不觉得很奇怪吗 虽然知道KPOP确实是很有人气 如果AVOO LESETUPIM TWICE没有日本成员的话 就应该不会被邀请吧,好阴险 对于TWICE AIVOO LESETUPIM参加NHK红白歌合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看过《幻想团团》吗 这个节目在韩国的人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都现在都没有做过一次相关影片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现在看一下 EXO成员彩虹对于幻想团团的看法 这个节目的主着就是 我跟我的前任一起出演 与别的曾经是男女朋友的情侣 找回过去的爱 寻找新爱情的恋爱总益 与我的前任出演恋爱总益 对于保守的我来说 这节目太奇怪了 所以我就没有看这个节目 因为没有看也就没有制作相关影片 我也是那样可可 实在不能理解 所以没办法看下去 说实话出演的人 大部分都是想要红的人吧 看的话很有趣 但确实是不能理解 真的是很刺激的节目 应该就是想要宣传吧 看他们之后都是在IG卖东西开网店 或者就是宣传现在的点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今天电台找大家跟前任出演 还生年累的话 如果出演的话 真的会获得很多人气的话 大家会出演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